你的信用分数达到你所在城市的平均水平了吗? 根据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有所改善,但是加拿大居民的平均信用评分仍然不足以让他们有资格从银行获得更高的利率或者通过抵押贷款的压力测试。 一家著名的信用监测服务公司表示,他们在加拿大的会员在2021年的平均信用分数为672分。 事实上,在加拿大只有大约一半城市,平均信用评分达到了680分的标准,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安大略省的哈密尔顿市居民平均信用分数为660分,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667分,安省的宾顿市675分,BC省的宿里市675分,安大略省的基奇纳市679分。 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信用分数都低于全国平均分数。 接下来,沃泰华市的居民平均信用分数为688分, BC省维多利亚市694分,安大略省的米西索加695分,多伦多696分, BC省的本纳比700分,温干华市705分。 最后,安大略省的万锦市居民平均信用分数最高为720分。 你的信用分数是否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老杨,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 你身边最真诚的房产知识专家。 感谢观看